哈喽,大家好呀,好久不见,我是赖承文 然后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日常生活啦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两样东西 都是特别可爱的物品 然后第一个就是这只小兔子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买过这种毛绒玩具了 但是我前两天看到它,我还是觉得它实在是太可爱了 所以我就很喜欢它,我就买下来了 你看它是一只小兔子,这是它的耳朵 然后这是它的手,它的爪子 然后你看这是它的脚 然后上面还有粉红色的这些小肉肉 然后我今天刚好也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衣服 然后第二件东西就是这个水壶 你看它这上面也有一个图案,就是超级可爱 水的人,然后这个杯子又特别的大 所以呢我就觉得它特别的适合我 所以我也就买了一个新的杯子 那接下来呢就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日常最近的生活吧 然后我今天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去看枫叶 然后去晒太阳,看太阳啊,然后的一些景观 然后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天气 你看这几天的天气它的这个变化真的非常的大 你看有的时候22度,但是最冷的时候呢 它可能只有4度 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就很容易就是着凉 然后生病,所以呢就是衣服的话肯定还是要穿的多一点才比较好 然后这是我最近发,最近拍的一张照片 你看这上面其实它都有一些白色的东西,对吧 这其实是它结的霜 然后就说明早上的时候还是特别特别冷的 然后包括这个,这个也是 你看白白的,都有点像我头以为是下雪了 但其实没有,它就是结的一层薄薄的霜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早起的时候拍的一张公园的照片 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条小路,然后这里有小路 然后这个是公园的长椅 然后就有个垃圾桶,圆圆的还挺可爱的 然后你看这些阳光啊,天气什么的都很棒 然后这是我拍到的几只小狗狗 你看这里有一只两只 然后这边还有一只三只小狗狗 都是老朋友了,经常能够见到它们 然后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去拍枫叶的一个这么一天 你看,这是我的手 然后我当时手上是拿着一个枫叶 你看后面就很红很红 真的超级好看 当时拍了一张这个照片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然后接下来是也是拍的这些封印 你会发现它们的颜色其实不太一样 像这边的话它可能就是一直都会是绿色的 然后中间这一部分其实也已经 基本上都已经变成红色了 然后这个是绿色的树 然后这边就要更深一些的红色 所以你会发现它们其实颜色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拍起照来的话就特别好看 包括这个水里面 其实就是它们的影子 它们的倒影 也是特别神奇的 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而且它们也很上下对称 然后这个是我拿着这个手机 然后当时枫叶就在上面 它反射到我的手机上面 然后就拍了一张这样子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其实是这个枫叶 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看 也是一张很有意思的照片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 就其实是这个湖 然后就换了一个角度 拍了刚才的那个树呀 然后包括是这点倒影什么的 然后这个的话主要拍的就是 这个太阳还有一些影子 然后我当时觉得它就是那个太阳 然后照在这些树干上 然后我觉得很好看 所以也拍了一张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大家应该能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叫丁达尔效应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太阳 它这样撒下来 然后透过这些树叶 你看 就是它是这样一树一树的光 就是特别梦幻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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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